人人都讲施政报告 每个特首都有施政报告 但是如果你懂得看超哥这个施政报告 你就会知道 超哥真是语别不同 真是竞臭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的施政报告 这个超哥政府怎样玩残新移民大妈 在你们完全不知不觉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玩残这些新移民大妈 满足大家 因为为什么 常常说 每天有百多人来香港移民 这些大陆人真是来抢我们的福利 诸如此类 超哥怎样出招呢 你真是要听一下 真是很厉害 2023年每天平均有113个国内的移民 透过这个单程证来香港 2023年中 到2024年的中 多了少少 平均有120.5% 每天 大陆人 就透过单程证来入境 进入香港 总共是有4万4千个 这些新移民来香港 很多人都说 他们拖男带女 又生子 诸如此类 抢了香港的福利 很多东西都被他们抢了 好了 那我们超哥是否真是 纯粹看着这些事情 不出声 出了腰你都不知道 你要去看看整件事 怎样发生 好了 因为当中 你知道 为什么 明明是有150个名额每天 但是 现在只有120.5% 即是每天都差了30个人 你不要少看这30个人 一个月 30个 一个月就900个 少了900个 整分一年 那就很厉害了 大佬 一万人这么夸张 真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 会少了这么多人 愿意来香港 当然是有原因的 诺诺听 因为你要 最主要在香港 其实是居住问题 最麻烦的 就是单程证 就常常都会问一句 我来香港有没有屋住的 当然没有屋住 老闆 除非你自己有亲戚 这样 都很辛苦 所以 有些人就不愿意来香港 因为 为什么 大部分来香港 都是住在广东省原岸的地方 喂 那里 就算你是偏向农村 一点点的 其实间谷都很大的 变成了 好像香港 好像豆腐润 那样 怎样住得惯 于是乎 很多人都不愿意来香港 但是 因为香港工资高 如果你存到钱的话 的而且确不错 于是有些人愿意来香港 尤其是年轻人 大妈 另有目的 大妈很想来香港 但是 只要屈屈屈屈屈 住在香港 也不是很容易受 所以 他们说 不要紧了 我们屈屈七年 接着 就可以申请公屋 申请公屋 然后上楼 当然 你要七年 才做了 香港的市民 然后 他有资格申请 再等 当然 你说 我已经有个老公 或者什么 那些令计 那些是怎样的呢 他都要佔有一半的人 你要住满七年 諸如此类 不是这么容易 有公屋 就容易生存 所以 你要拿到公屋 才是一个 旺道才是这么容易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先看看 香港政府 在公屋上面 有什么新的政策 再看看特首 超哥 怎样用新的招数 对付这些新移民大妈 让他们 不用 这么容易 大量涌下来 怎样减低大妈 入住公屋的机会 哇 绝对精彩绝伦 你猜真是其他人 这么容易 可以跟你解释得到 没有的 我告诉你 好了 各项政策 都看到政府 今年一直强调是什么 加快公屋的流传 就是说 喂 大哥 不要整天你们这些人 佔住的公屋 就全部住了 喂 你有钱 走掉去 不要再住了 给那些 真的有需要的人 才住进来 这些公屋 那就好些了 那样 那样 有些提出 就说 香港政府现在是 威逼利游 没错了 那我们分别 看看他如何威逼 如何利游 好了 那公屋的资助 是资助房屋 那 喂 首先呢 他说 他说 你 读灰 那怎么读灰 就是说 现在政府给你钱 你有哪个人 就 愿意读灰 的话 就有一个叫 奖励计划 接着呢 你举报 一些人 就是说 他呀 虎尼姆 收入超过某个上限 又或者 哎呀 有个不知什么 住在家里 不行的嘛 那就离谱了 又或者 种种方法 总之就是说 他原来在大陆 或者在菲律宾 诸如此类 哎呀 收了一间屋的 这样呢 于是乎你当他 中了 于是乎政府可以收了一间屋 哇 那你就有功了 就奖你三千银 哇 这个很厉害 所以严格审查之后 尽量呢 叫大家 读灰 明白 你可以 看看这个邻居 跟你谈谈谈谈谈 哇 你这傢伙原来有些资产 资产上限 已经超过了 政府的亏限 于是乎你读灰 你就赚三千 虽然呢 三千不算很多 但是不要紧 但是政府在这一个 上两个年度 已经收回成五千个被滥用的 这些违规的公屋单位了 那就是叫做 这一位的就是 就是特首 又或者下面这些 就是房委会啊 房屋住啊 这些官员呢 诶 有些这样的成绩出来了 那大家就觉得 咦 挺厉害的 好了 接着就是你知道 政府当然要用很多方法的 不只是读灰嘛 有很多东西的 正所谓的 威逼利诱嘛 包括呢 公屋 现在呢 就和这个 就是 转去这个 就是居屋了 你要引你去买公屋 那 以前呢 六百表 的比例呢 就是七三的 就是说呢 这个 就是 你去 sorry 你去 轻建 就是将 这个 公屋和居屋的比例 由七三 轻建 就是之前 其实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呢 以前就是说 新的一个土地出来 那就 七三比例 七就是做公屋 现在呢 三就是做居屋 现在改了了 六四 那就是呢 给多些去做这个 居屋 那意思呢 就是说 想更多的人 不要挂住这个 公屋 住居屋 我给多些居屋 政府在这个 未来呢 我日后会再说 这个居屋的问题 哇 给多些人去住居屋 那死啦 但是你多人去住居屋 那你要找些人去申请 那好吧 于是針对你住这个 就是居屋 原本的居民 就是你用六表那些 不是白表那些 白表那些 不是住在这个 这个公屋里面 你是六表才是吧 六表呢 以前呢 就是四六的 你就拿40% 就是佔有这个 居屋的申请 那现在呢 不是啦 现在六百表 去到五五啦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更多的机会 你是住在这个 公屋里 如果你申请 去转移去 买这个居屋呢 政府就支持你 给多些量数 给你 比例大一点 于是乎 政府很渴望你 这些 你住 住开公屋的人 你是有钱的 你已经 哎呀 住了几年了 十几年了 你存了些钱了 不要搞那么多了 不要只是跪着租用这些 公屋 你不如 买一间居屋 都长连住了 于是乎 现在政府的方法 就是说 撥多些 这个居屋单位 给你们 让你们这些 六表申请的人 更有机会 去住上这个居屋 明白吗 他就鼓励了 所以说叫做 威逼利游 对不对 那么跟你开路 来尽量 令你的比例 增加多些 那你就卖气 多些这些 住公屋的人 走啦走啦走啦 这样就走啦 那就多些人 去上这个居屋 所以你看看未来呢 香港政府最主力的主力呢 就会由这个公屋 转移去居屋 这个非常之要小心啊 那么政府希望 多些的 住公屋的人 走去 买居屋 那除了之外 他还有很多的政策 就是令到你这些 住开公屋的人 就转去做住居屋的 那怎么样呢 就说 那譬如说 你是富户 那样 你住富户 那么现在呢 就看看超额 你这个收入呢 政府限定的1.5倍 那么呢 你要超额2倍的话 如果 譬如上限 你超额2倍的话 现在你要交1.5倍租金 不行啦 他现在建议 慢慢考虑 还没决定的 就转2倍 如果你超额3倍的话 哇 你这么有钱啊 这样 于是乎呢 就要交2倍 这个2倍 超额3倍 由2倍 这个租金 所以呢 总之呢 对这个 呼户来说 香港政府 第一 就是叫你 快点转去 买这个居屋 第二 就是说 要你交到你租金 哇 尽量的 贴近这个市场的价值 于是乎 哎呀 那么贵 我不如买一间居屋 算了 咦 那样东西呢 就有一个迫力在那儿 那当然 另外还有的 就是说呢 如果 他现在教育 因为现在可以呢 就是你的收入的上限 五倍呢 都还是可以住在这个 公屋里 五倍以下 那现在他又谈 就是不如不要啦 不如四倍啦 是不是呢 那于是乎呢 你如果你的收入 是真的超过了四倍 以后呢 政府呢 就不让你住这个公屋了 总之呢 种种方法 就是说 将你的收入限制 或者是 你的 就是 每个月交的租 都要呢 做得更紧一点 令到你呢 更加 哇 好像政府对付你 我可以告诉你 未来其实这个方向 会一直一直收紧 因为怎么样 每一年他都可以收紧 那你就死了 于是乎 你 越来越发觉 政府就很不想你住 这些公屋 因为为什么呢 公屋的资源是给那些 很穷人的 你看 都说了 那些政府局员 哇 你什么搞错 公屋整条村子 铁士啊 又有跑车啊 尼沙普啊 个个都很有钱啊 这些这么有钱的人 搞什么要占住 这些公屋啊 所以我告诉你 这些人都会完全被针对 而且呢 他现在鼓励 周围的人去 踢爆那些轮居 有那些人铁士特斯拉 我见过啦 在公屋里面 真的呀 在彩虹啊 我见过那家特斯拉 因为他货足烧了 所以就知道了 大佬 你怎么搞错啊 业主 那家住户 拿着特斯拉的 这么有钱 竟然占住这些公屋 这就不合理了 所以呢 所以呢 研究怎样去将这些 这样的 就是 有钱的住户 用 威逼你有 逼你啊 总之收回你间间公屋啊 又或者 哎呀快点 我用间间公屋吸引你 你快点去买啊 那种种的方法 如果不是 毒尼灰 踢走你 是不是先呢 那当然啦 那些住在公屋的人 哎呀 好烦啊 那就算啦 快点交回公屋出来 那政府就好了 那 那 柱方呢 就是这个政府 就说 透过打揽 打揽用公屋的人 就收回2800个公屋单位 那 总之 种种方法 这里又收点 那里收点 现在又扣分制 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呢 其实呢 政府的而且确 是用尽种种的方法 想收回更多的公屋 从而是给一些 就是现在在排队 排队很多年的人 希望缩短一条队 让自己的面子好些 对不对 不是不行的 那首先 你看一下 你要满用公屋 都要知道 究竟哪些人 可以申请到公屋 就是说 比如你申请 你满了18岁 那你的家庭成员 必须是 现在居住在香港 以及拥有香港的入境权 是不行的 那申请表呢 就有关已婚的人士 一定要和你的配偶 一起申请 你不能够说 就是 只是我申请 你老公原来很有钱 你就没有钱 那接着呢 你就说 我申请得 不可以这样的 一定要 你那一半申请 这样才行的 政府要考虑的 那么 配屋的时候 申请表内 至少有一半的成员 配屋的时候 是要在香港住满七年 以及所有的成员 必须都是在香港居住的 即是说 你住满七年 比如说 我现在的大妈 就是生了子女 那样 或者带你子女 下来 带你子女下来的话 你们两个都一定要加上老公 可能三个人 那就不行了 那要申请到的时候 你就要住满七年了 不过要排多排多年了 差不多现在 所以要慢慢去申请 当然了 如果开始的时候 你根本没住够七年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申请 对不对 所以 你就要有很多方法去变动 当然很多社工会帮他们的 好了 要记住 种种的方法 都是告诉大家 这些公屋 因为是大家的福利资源 不可以随便地给普通人 你住满七年才搞 好了 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全新的事项 就是什么 在政府 因为 不是在公屋的政策里面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情况 令到你 申请公屋 就是这些新移民大妈 喝一口水 才和大家继续说 因为大家的注意力 都是看 我申请公屋 看政府怎样 刚才有大堆 东西 对我新移民大妈 没什么所谓 不合理 没问题 不会有什么事 不是 看另外一个 政府的策略 你就看到 这位超哥 这个政府 在玩残新移民大妈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超哥 针对一件事 叫做 劏房 首先 你要认为 什么叫做 劏房 劏房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 但是 如果 很多香港人 责备那些新移民大妈 叫女人来抢我们的公屋 主书 那些福利 角度去看 劏房 就是新移民排队上去 等候 申请公屋 的搭脚石 对不对 因为 为什么 很简单 我去一个新移民 我当然没有钱 是不是 要不然我花费 这些150 每日的人来 我申请尊财 对不对 好了 你又没有钱 又窮 我来到 死了 怎样可以度过了一段时间 申请到上公屋 住几年 对不对 住七年 那怎么办 于是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住劏房 为什么住劏房 劏房就是代表了 全香港最便宜的住屋单位 对不对 这样 喂 你也知道 省得一块是一块 省得一百 省得一百 等住那个公屋 不算是很有钱 有钱是买市楼 所以 所以 大部分 这些人都会住劏房 用來 去看电影 对不对 孩子和女孩在做功课 父亲在那里 妈妈也在 那么小 都有可能 三四十尺 诸如此类 好窄好窄的地方 總之什麼都放進去 日像六架床 四個人睡了 裡面什麼都有一個袋 一個袋扣著 大家見過這些 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劏房 對不對 一家人總之不理他 都放進去 這些就是一身移民 他捱住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沒有申請入住這些公屋 對不對 先住幾年的劏房 先撐住 有資格 申請就申請 接著就排隊等 這個就是新移民 去住入這個公屋 申請公屋 佔用香港人福利的一個方法 好了 這個透過長期住這個劏房 用最低廉的租金 捱過一段時間 再申請公屋 這條路呢 現在已經被 超過斷絕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呢 劏房已經成為 這些新移民的搭角石 劏房 超過看得到的 對不對 我看到你這麼髒 骯髒 這麼難受的環境 超過說 喂 我幫你剪掉它 怎麼辦呢 現在就說 這些劏房被取締了 哇 死了 一被取締這樣 那就是什麼 就是你不可以用最便宜的價錢租到間流 對不對 沒錯 為什麼呢 現在要有窗 現在又要有廁所 OK 現在又要計每一個人 究竟有幾多方尺 住 你不能夠說 總之我幾多人都堆下去 不行了 阿超哥說 我們要有體面 最窮的人都要有體面 嘩 這個有體面 一拉 這就代表了什麼呢 即是現在平均每一個劏房 大約五千多元左右 你想想 重新再搞個 又通風系統 又有油路 要配合政府的 還要什麼 接受檢驗的 老闆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 嘩 加價了 不用看了 就是這個 地方又大了 對不對 又漂亮了 又通風好了 又要有這個 又要有那個 當然 水泥地又不行 又要有地板 很多這些東西 日後 廁所又充不了 電又不行 喂 自然要檢查要通過 很多這些東西 廢話在這些地方說 說的只是說槍 這些東西 嘩 一大堆東西要通過 難道你消防線亂搭 他又給你嗎 他要核查的 於是乎 核查的過程當中 即是等於 成本會增加 結果是什麼 現在平均五千元 倒一個 五千多元 一個的劏房 最後呢 起碼加一半 喂 加一半都不是很多 二千多元 對不對 但是當然啦 老闆對你不是多 對一些 新移民的大媽 又或者 在基層那些 要住劏房的人來說 哇 簡直是天文數字 喂 一個月多二三百 他們都死了 你突然加多二三千 哈哈 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致命傷 這樣就會怎樣 那很簡單 你是新移民 你想一下 原本我捱捱 捱得定的 現在 哇 每個月要多二三千元 怎麼捱啊 喂大哥 人工有沒有加 當然沒有加 你嘗試現在走去 一般的人去打工 做侍應 做清潔 做食招 無厘頭 加什麼人工 喂 加不到人工 我怎麼可能會多二三千元 哈哈 以前可以 你住這個劏房 屈屈屈屈屈 頂過幾年 就上這個公屋 現在不行了 現在這幾年 屈屈屈屈屈 都要住套房啊 老闆 哎呀 那怎麼辦 那就賣錢了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本身 人工就沒得加了 但是你就要 一定要頂住那七年 那怎麼辦呢 那結果 不來香港 對不對 很自然 因為為什麼 喂 我有一萬的時候 就是多出來 那給多二三千 你不要緊 一元都沒有多 大哥 現在你每個月我給多二三千元 哇 現在 阿超哥改變了遊戲的規則 你想成為香港的新移民 百五個下來 可以 你們要找地方住的 是不是 以前住劏房 可以熬過 現在不行了 不可以 哇死了 那怎麼辦 搞不定 很多人就自自然 喂 你在大陸住 現在大陸都很好 你不要下來 怎麼下來 因為根本 頂不住租金 這個就是現實 明白嗎 所以呢 我會知道 政府現在的方法就是 表面上 就剪了這個劏房 實際上 剪了這些新移民大媽 在劏房寄居幾年 然後去搶奪這個公屋資源 不能玩這個遊戲 我跟你說 所以大家 要給點掌聲 我們阿超哥 不聲不聲 玩死大媽 真是 很厲害 香港政府 盡量用一種大家都不覺不覺的方法 就把這些佔用香港資源的大媽 踢走了 你偷偷一個機會出來 那你就不可以再以後 透過住劏房 然後慢慢進入成為輪候公屋 你沒有資格了 因為你住不到在香港 那你就玩完了 所以將會是 將一大堆 不是很有資產的基層大媽 踢走回大陸 這些就是超哥的攻勢了 厲害了 不覺不覺 你們就知道阿超哥 就說改這個劏房 實際上是 玩死新移民大媽 厲害了 對於收入低的新移民來說 就沒得說了 為什麼呢 你捱不過那幾年 你想以後 我不是 我可以 就住了公屋之後 兩個人打份工 幾風流 我隨便有家人打萬多元工 可以 頂得到 是吧 一千幾百個租金 現在不是 現在你先要捱了這個 非劏房 那個 現在這些叫什麼 什麼 房不記得 那些套房 那些 超哥的名字 成鬼都不記得 我 你這樣就大件事了 為什麼呢 逐個逐個要計算 啊 你三個人啊 四個人啊 哇 這樣就要幾大幾大 死得了 還哪有這麼多錢給啊 以前就是了 來得你 生多個 照樣摔下去了 現在沒有兩個人跟你說 這個呢 就是消滅劏房 客觀的現實 我跟你說 同時 也是消滅了很多 低收入基層 來大陸移民的 新香港人 入住公屋的移民 明白嗎 所以呢 看這個的 超哥 整個政策 要有一個宏觀一點的 新角度 不只是看 哎呀你有沒有看 公屋就是看公屋 不是的 公屋呢 還要看其他的 他改變了那些遊戲規則 整個遊戲 整個玩法就不同了 公屋在過去 一直被大量這些人說 濫用這樣 難道政府真的不知道他濫用嗎 那麼 說笑吧 你去找個小學生 有沒有人濫用公屋的過去 是人得知有 大哥 那些官員 怎麼會不知道啊 大哥 不過他不喜歡做事而已 是不是 大哥有什麼好做 做了 是不是會升官發財 不會嘛 我搞你做什麼 他怎麼會不知道 走去求鬼旗 走去一條公共屋邨 看到了 個個大爺這樣 開車子啊 是不是 勞斯萊斯 就是跑車 保時節 走時都會看到 對不對 哇 公屋的人怎麼有錢 沒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不要搞那麼多 盡量 隨便便輸 你又不多富戶 有很多富戶 是不是 又不會去追尋他 免得搞那麼多 好啦 現在 香港政府不同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西環急到你了 大哥 現在中央說要解決 這個深層次住屋的問題 因為你們這班官員 要做事 於是香港政府那些官員 就被監督之下 當然要出招了 是不是 房屋處處長也好 局長也好 每個都出謀獻冊了 怎樣可以搞死他呢 結果就由這一招 我們不要說動些公安 我們說動些劏房 日動劏房的話 其實那些大媽就是玩完了 是啊 死了 我以他份人工 或者我老公份人工 我要看著兒子 諸如此 搞不定 不可以這樣 就有機會 可以長期留在香港 於是乎 住不到在香港 你就申請不到公屋 對不對 這一個就是 香港政府官員 現在想到一個新辦法 但是又不會引起民憤 但是又可以幫你 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就是怎樣 這些來騙中援搶公屋 奪福利的移民大媽 新移民大媽 新移民大媽 完結了 沒有了 很難 不可以再執入一個 爛鬼的這些 爛鬥這些劏房 那裡說 我捱幾年 我就上去了 跟別人爭這個資源 沒有份 我跟你說 政府這樣做 是只會 障礙這150個 單程證來香港的新移民 但是 一樣要這樣做 為什麼呢 就代表他 願意聽市民的聲音 你明白嗎 這些新移民 如果真的太窮了 不要來香港了 明白嗎 盡量 推翻他們 回到大陸 這個就是超哥的計劃 所以 現在還有120個 平均每日 來香港 單程證 我可以告訴你 未來沒有那麼多了 未來 如果有八九十個 已經很厲害了 而那八九十個 都是 不會再住這些 這麼差的劏房 所以 未必會和大家去競爭 或者起碼減少 和大家競爭 上這個公屋的機會 明白嗎 所以 記住 唯一超哥股掌啊 超哥真是勁抽 超哥 沒得頂啊 超哥真是一個 不簡單的特首 你猜他是否真的 可以連任呢 唉呀 不知道 起碼大家 要現在 給他一個 讓他 踢走那些新移民 大媽 超哥勁抽 記住 點讚和訂閱 謝謝 拜拜